习近平与李克强缠斗十年 李克强成为弱势总理 习近平也精疲力尽 在二十大上 李克强不愿再与习为伍 自愿退出江湖 习近平总上松了一口气 勉强上去 与李克强握了握手 习近平打班子十年 道不同 但又不得不相遇为谋 两人心里都憋着气 握着火 李克强打心里看不上习 就是啥都不懂 但又自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蛮人 习近平也反着李克强 处处这家伙跟我过不去 于是李克强就变成了 李强的噩梦 习近平绝不能让李强成为第二个李克强 9月28日 中共举行了十一招待会 庆祝中共建政 七十四周年 往年招待会致辞 一般由国务院总理进行 但今年 习却轻力轻微 没李强什么事 李强也坐在那里 心情显得很放松 脸上也逮着笑 至于心里是苦还是甜 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强出访德国 和参加国际会议 也不能做专机 只能做包机 并且啊 他也不能像李克强 一样谈笑 风生 第一 从总理沦为 电小 二 李强上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啊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呢 召开了新一届 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国务院机构设置 等工作 讨论国务院工作规则 李强在会议上 有一番讲话 明确了 他要扮演的角色 李强说 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旗帜鲜明 讲政治 之前历任总理 没有一位上任意识 就这样说话的 这是李强给自己的定位 也是对国务院 性质的重新定位 有了这样的定位 无论是宏观经济决策 还是职能部门的协调和弱势 包括处置各种危机 都必须 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这就交出来啊 独立的行使行政权力 啊 这么一个职权 宪法明确规定 国务院总理代表国家 行使行政权 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但李强上任一事 就将国务院改造为 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 自己主动充当习近平的电小二 此举其实严重违背宪法 李强在第一次记者会上就明确表达 国务院的职能就是将中央制定的蓝图 变成施工图 明确放弃了独立行政的宪法授权 这简直啊 跟前几任总理相比啊 可以说简直是难以理解啊 习近平与李克强斗争十年 一直没人实现党政合一 但李强上任后 他实现了 这样他就将邓小平总结的文革经验教训 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习中啊 让这个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啊 手中正起 习近平终于啊 踏上了返回毛泽东时代的路 第二 有总理之名 党无其事 我们可以回想前几任总理 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 中国进入了政治开明 思想自由啊 赢得了一个小阳村 竹龙基论总理期间 对经济金融体制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保留五百家啊 这个大型国有企业 然后呢 其余的进行私有化啊 让中国加入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 温家宝在任职期间 喊出了政治体制改革 并且说到文革这样的灾难啊 还会在中国重演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李克强在习近平要完成攻坚啊 脱贫攻坚的前一年 在公开的场合披露 中国有六亿人啊 月收入不到一千元 在即将卸论前呢 他去法改委财政部视察和座谈 八次提到改革开放 但李强出访他国和参加国际会议 从来就不敢召开记者会 不是啊李强不会说 而是呢 怕啊 他的组织啊 习近平不满意 你怎么想抢我的风头呢 李强唯命是从啊 以习近平的马首至三 但中国情况如此之大啊 情况又这样复杂 与毛时代截然不同 如果国务院不能正常的运转 中国必将出现混乱 第三 李克强被夺权 李强则根本就无权 作为总理啊 李克强本应主管经济 但在习核心的强权之下 他很大程度可以说被架空了 习通过两个啊 所谓的小组 中央财政领导小组 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将深改委 把传统上认为是总理的经济大权 给夺了去 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中美贸易战爆发 按说这么大的经济事件 经济决策 李克强作为总理 应该是第一责任了 可他呢 就像消失了一样 从头到尾都是由习近平的 新妇 副总理刘鹤出面担当习的特使 在经济决策权被严重削弱的同时 李克强的新闻曝光度也被严重的 进行了折盖 总宣布曾经向人民日报传达了内容为 报道李克强同志的新闻不能上头条 王滬林同志的指示 该指示还特别强调 即使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报道习近平的活动 李克强也不能上头条 但李强则根本无权可言 政人家胡平先生说 李强是唯一的由习挑选自己的情信来担任总理的 正因为李强是习一手提拔 也认命为总理 权力来自于习近平 因此换掉他完全可能 李强当然知道自己的这个弱点 也知道老习的为人 知道自己是跟李克强完全不一样 历史学者宋永毅先生认为 现在的习近平 已经把中共所强调的重中之重 也就是经济发展经济 变成了阶级斗争和政权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 谁效忠他 谁就可以帮助他维持这个政权 谁就可以当总理 习近平除了会完全术之外 不学无术 什么呀也都不懂 李强的强只强在 他可以维持昏君和令城的关系 李强根本就不可能纠正 习近平任内任何浑溃的浑庸的举措 习近平对中国的祸害超过了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无人满干 把事情干坏了 造成二十几千人的大气荒 但毕竟中共党内还有一些能干的人给他补台 如周恩来 刘少奇 但习近平谁也没有 第三 李强就是个倒霉蛋 李克强政治之力比习近平强 当中央委员也比他要早 学历更是过硬 人家李强 法学硕士 经济学的博士 经济学的导师是师从 利林先生 这个硕士的导师也是名人 叫龚瑞祥先生 也是这个学贯中西 而习近平呢 大家知道 他这个博士啊 简直就是送的 也没上过一天课 还是法学 当然对法学一窍不通了 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当时因为没有这个博士点 于是挂靠法学 能力更不含 人家李克强毕竟懂经济呀 可以说外语啊 这个老习同志 26个字母大小写 你现在要他写 肯定写不出来 是吧 虽然出了100本书 自己也看不懂 这是谁写的 怎么这么深奥 原来是秘书帮他写的 有钱 李克强有钱的领导人子弟 所以习啊 尽管对李克强不断的夺权 也不敢太过分 但李强则不同 他的一切都是习赐予的 没有博弈的资本呢 那当然只能是个倒霉蛋了 啊 意思呢 习啊 与常委们的关系啊 一些是君臣关系 中国古代皇帝啊 叫像啊 啊 这个皇皇帝像之间呢 就会冲突就多的去了 原因呢 就是皇帝担心宰相的权力太大 得自己构成威胁 而宰相呢 想摆脱皇帝的控制 二是中国的问题很复杂 啊 习近平十年的胡折腾 内政外交一团糟 李强面对的挑战太多 尽管李强采取啊 退让的政策啊 策略一字薄 但中国一旦出现问题 习近平是不会背锅的 李强自然成了背锅侠 三是习的猜忌放不过李强 宋永义先生判断了 这老习现在已经进入了老毛执政的晚期 毛晚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宋永义先生说 林彪1966年5月18日 一次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 就说得很清楚 说着老毛啊 整天的防止政变 从彭真 罗内心 陆定一 到杨尚坤 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但反看文革专案的材料 从来就没有人啊 想在中共的党内 搞政变 反对老毛 因为毛打倒的都是自己的人啊 是隐于他的恐惧 他甚至也不敢出国和坐飞机 那么如何解释习近平最近啊 对秦刚 李尚福啊 张又啊 张又霞最近出来了 是吧 对还有啊 魏凤和啊 火箭军啊 以及中央警卫局死而密不发伤 这些奇怪的行为 宋云毅先生就说了 独裁者的心理啊 其实是相似的 习此时的政治心态和挽联文革 老毛的心态很相似 更何况呢 习还是有意模仿老毛 习现在也是怕得要死 不敢出去 独裁者的共性 就是猜忌恐惧 你想要是出去啊 访问参加G20会议 那个火箭军那个导弹啊 啪气一下 他不就就就就完蛋了吗 那种什么啊 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 那那跟他也没关系了 不是也不能出去啊 要要别别在中南海啊 来自中共政法公安系统的 傅政华申立军 其实是最会拍袭的马屁 他们的下场 由于文革初年被打倒的贺龙 贺龙啊 其实非常忠于老毛的 最后毛也承认贺龙的事情 是自己搞错了 但毛他为什么要搞呢 为什么一天不搞 心里就不舒坦 不安全呢 如今洗夜是这样 一天不搞就不舒服 心里就不安定 曾经想哎呦 这个李强 蔡奇 还有王小红 是不是想害我呀 给我喝的这杯水 颜色就不对吗 所以天天会这样想 习近平会放过李强吗 看看他如何对待秦刚 李尚福就会明白 习的刻薄寡恩 习近平和李强的悲剧就在 习近平不懂世界大事 和中国人的民心 和中国人的民心 二十一世纪还帮归治国 李强不懂政治 眼里只有组织 没有人民 他把命运交给了组织 所以这样呢 由于习的猜忌 李强走不出 李克强的 啊 这种阴影 或者说 李克强的悲 李克强就成了 李强的 噩梦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 接着聊 谢谢收看